字幕提供 OK 大家準備好了嗎 在開始之前 有幾件事也要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那關於今天在這裡面看到的 重訊性材其實我們都不會用到 我們會需要的 只要一張簡單的瑜伽墊 還有家裡跟辦公室常見的椅子 就足夠了 所以Lessing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就開始 居家雕塑第一式 消除拜拜秀 非常簡單 我們要先坐在椅子上 然後試著把屁股往前移 把我們雙手放到椅子的邊緣 讓我們屁股離開板凳上 試著讓我們腳乘90度 在這樣子準備好的狀態下 我們手肘往後放 接近90度再把身體撐起來 對 就是這樣子 來Lessing換你了 對 回來一點點屁股90度 好 來 手肘接著往後退 來 神吸 下去 吐氣 上 對 就是這樣子 來 上 對 來 再30下 就是這樣 來 吐氣 上 再來居家雕塑第二式 鍛鍊紋的馬甲線 我們會做的是登山折 非常簡單 我們先在一家一家墊上 呈現一個四足跪姿的姿勢 手跟腳都跟肩膀一樣寬 準備好以後呢 把我們腳往後延伸出去 呈現一個浮力挺身的預備姿勢 那在這個狀態下呢 我們只要把我們左腳 去跟我們右邊的手肘相碰 碰完以後呢 往回去 定住再換另外一邊 右腳跟鎖手相碰 回去 好 OK 換你的Lessy 要正開始 好 來 我們這次聲音呈現一個 四足跪姿的姿勢 準備好以後 一腳往後延伸 兩腳到位也可以 好 來 我們試著左腳往前碰 那是右腳 好 沒關係 我知道你急著做完 就是這樣 來 第四個 碰不到耶 我的媽呀 身體旋轉一下 肚子往內凹起來 就是這樣子 就是越凹越可以鍛鍊你的馬甲線 這個要和弦死你 就是這樣 很好 就是這樣 不用急 多停留一秒鐘 對 就是這樣 要輕輕touch一下 漂亮 來 再十個 十個 9 8 7個 6下 腳不要多丟 4個 3個 2下 4個不用 好 結束 小Case 最後也就是我們大魔王 居家雕塑第三次 大家知道了 要用一個完整的線條 體齒率絕對不能夠太高 所以最後一次就是 徹底的做一個大肌群的鍛鍊 我們會做的是波比跳 那非常簡單 我們一樣 先手放在我們瑜伽墊上 兩腳順勢的往後蹬 蹬完以後 跟剛剛福利景深的預備姿勢是一樣的 那準備跳的話 我們把兩腳往前 跳到我們雙手兩側 手順勢的把身體撐起來 在這個狀態下 身體就有一個彈性 就直接跳起來 拍一下 清澈的掌聲 再往後退 重新的再循環一次 準備好了嗎 好準備 雙手往前 放在瑜伽墊上 兩腳要順勢往後蹬 來蹬 沒有 先收回來 來往後蹬 對很好 兩腳往前跨 好 手的兩側 腳跟踩穩地板 好來 雙手順勢跳起來 好 就是這樣子 來我們來做個20下吧 來雙手 來最後一個往後蹬 收起來 跳起來 漂亮 來可以的話再多一個 我不行 第一是 屈臂軸身 第二是 登山者 第三是 撥皮跳 只要你不要像他一樣 半圖的肺 做如標準 或是直接陣亡了 持續21天 你就可以有一個標誌的體態囉 還行嗎 還可以 還可以 最後提醒一下大家 雖然我們要記得運動 但是也不要忘記我們前面所提醒大家的運動補充 因為要訓練 配合正確飲食才會有最好的成效喔 那當然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記得訂閱好時刻頻道 而且要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問題趕快在底下留言吧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